社会观察 只要动动手指帮人转个账 就可以获得转账金额10%的返利 明知嫌款来路不明 但为了获利 龚某欣然应允 并且还将丈夫 妹妹和妹夫都拉下了水 刷微信 天降发财献饼 2018年7月份 被告人龚某在刷微信时 一名昵称小雅的人找到他 添加好友后 小雅告诉龚某 只要提供其个人的支付宝账户帮忙收钱 再按照他的要求转出去 就可以拿到转账金额10%的分成 这些资金怎么来的我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应该是犯罪所得 要么就是网络上诈骗犯罪的钱 不然不会让我过一下手 就给10%分成的 明知嫌的来路不正 但在高额反利诱惑之下 龚某还是答应了 拉上丈夫 妹妹和妹夫一起作案 为了实现小雅提出的多搞几个支付宝账户 把收到的钱在这几个账户中频繁过一下要求 本着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想法 龚某把好事告诉了妹妹龚某田 约定各自拿5%的提成 并把自己的丈夫黄某和妹夫李某也拉入火 2018年7月18日至7月21日 被害人陈某在家中上网时 被小雅等人以网络刷单 及追回资金为由诈骗15万余元 这期间 龚某等四人按照小雅的指示 共计将陈某被骗资金中的将近12万元接收转移 并在扣除分成后 通过微信转账到小雅提供的指定银行账户中 造成被骗资金无法追回 2018年8月22日 上述四人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两家人齐齐获刑 鉴于上述四名被告人在归案后 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积极退陪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并取得被害人谅解 且军系出犯 积极认罪毁罪 适用缓刑对其所居住的社区均无重大不良影响 法院依法做出一审判决 龚某 黄某 龚某田 黎某等四名被告人均办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至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不等刑罚 并处2万元至1万元不等罚金 检察官说法 根据我国刑法第312条规定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 转移 收购 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 隐瞒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以高额反律为诱饵 引诱他人提供银行卡 或者电子支付账户 将电信诈骗所得迅速转移取现是犯罪分子常用的手段 俗话说 天上不会掉馅饼 面对动动手指就能入账万元的诱惑 一定要坚守本心 并及时报警 来源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